感谢关注哈德克斯坦政府前几日进行了国情咨询 哈德克斯坦冲动托克耶夫是2020年第三次发表国情咨询课 接哈德克斯坦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国家治理的任务 新的形势下哈德克斯坦内交外困 内部社会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类似于白俄罗斯这样的社会和街头运动 可能在哈德克斯坦地区传播 在新任总统托克耶夫上台初期 把首都名称尤哈德克斯坦那修改为诺尔苏丹 印发了哈德克斯坦部分民众的不满 因此出现了小规模的街头运动 但很快被平息 而诺尔苏丹是成为了 托克耶夫总统先给老总统的一份礼物 首都名称的改变 可见托克耶夫是诺尔苏丹总统的继承者 力度在继承老总统的 团统的政治经济的政策的同时 面对新的形式有一些新的调整 调整的方式方法就是发表国庆之文 由托克耶夫总统亲自与老百姓之间面对面 托克耶夫在国庆之文中反复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强调国家政务富有充足的现金 尽管外在比较多 强调哈斯坦政府的公共资金的支出将进行于扩大 大量的资金将用于民生事业 支持城乡的异地化发展 尤其是农村的教育和卫生工作 希望哈斯坦 我们下来看看